远东百货花莲店和花莲施工所合作举办了冬日平衡车的竞速赛 超过30组的小朋友报名参加 现场气氛很热闹欢心 远百花莲店店长黄友芳表示说 幼童阶段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 远东百货会持续举办各种儿童活动 希望可以陪伴花莲的孩子一起长大 远东百货花莲店和花莲施工所合作举办了冬日平衡车竞速赛 市长魏嘉贤、世代会主席舒美中都亲自到场 为参赛的小朋友们交打气 我们在花莲园百号也办理非常多的一个赛事跟活动 那尤其是孩子的部分 那孩子的部分除了宝宝爬行之外 饭料步比赛 那今天更是推出第一次的一个 我们平衡车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跟远东百货做了相关的结合 也谢谢原版提供相关的场地 那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会提供更多有趣的活动 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亲子 能够建立更好的良好关系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跟参加 那花莲施工所会提供更多有趣的活动 也希望不仅是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 一同来共襄盛举 原版花莲店店长黄永芳表示 幼童阶段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 原版会持续举办各项的活动 希望可以陪伴孩子们一起快乐成长 我们跟花莲施工所的活动 从每年的1月份到12月份 几乎每个月都有 然后都针对比较儿童 还有跟花莲当地的乡亲比较欲教育肉的活动 那我们配合这边提供场地、人员跟环境 还有奖品各方面的 希望一起把我们整个花莲的儿童的体验的活动 能够在花莲圆百每个礼拜都能够举办 目前也是如此 平衡车主要是训练幼童的激励发展还有平衡感 这次有30组的小朋友们报名参加 有的小朋友呆呆的停在原地 也有人表演倒退撸 家长在旁边是紧张地大声呼喊 整个会场充满了欢笑声不断 也让家长和小宝贝们一同创造了美好的回忆 记得徐立群华联士报道